大家好,我是秦时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特殊的两个价介苗 这两个价介苗是我从裸根牡丹上剪下来的 整个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种了裸根牡丹20天以后 裸根苗从脱水,枝条到脱水 从脱水到水返回枝条 那么我们20天以后我把它剪下来 看看能不能结活 那只要是看看它的活性还在不在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重要 为什么呢 就是说裸根苗其实我们到手的时候 很多枝条在上面 我们剪掉了以后 不但可以减轻它的分量 就是根部的负担 而且我们还可以多得几颗牡丹 如果能结活 那么就是说明它栽种了20天以后 脱水过以后 还有活性 那么何乐不为呢 对吧 好 那么我们看看 这是两颗 这是从一颗上面剪下来的两个芽 我这个采取的是单芽结 贴结 单芽结 另外呢 这个 叫苗呢22天 好吧 那么就是说整个过程呢 是种下去20天以后 芽开始反射 反水那么把它剪下来进行架结 看看能不能有活性 现在呢 又过了22天 23天吧 那么看看到底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两个架结苗 我采下单芽结的情况 这个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芽很红润 否则活了 这个呢 大家看到没有 虽然看上去外壳比较黑 但是呢 这个顶尖上呢 还是有红润 说明里边的芽呢 芽内侧的叶子呢 它没有死 但是能不能 是不是叫活了 我不敢肯定 至少一颗活了 一颗未定 那么这是 这个我们做的实验 我们再看看这两颗 这还有几颗 两颗 这颗大家看到没有 非常非常好 看到没有 这是一个 那这个呢 看上去也不错 我接了四颗 那么这样看来呢 其实成货率还是很不错的 那这样子 大家想一想 我们通过这个实验呢 可以这样 明年可以这样操作 你拿到了裸根苗以后呢 把它摘上 摘上以后呢 大概20天左右 20天左右呢 它开始 这个芽开始反水了 有红润了 你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架接 架接的时候呢 又可以多得几根 就是几颗牡丹 那么这也是个办法 好 那么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